2020年7月份松下发布了他们首款针对Vlog领域的入门微单相机Lumix G100 这台相机到现在我已经使用了一个月了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它的实用体验 看看G100到底是不是一台好的Vlog相机 每次我做这类评测都会做得比较全面 有缺点也有不足 所以有点长建议大家倍速播放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G100的外观 在我刚开箱的时候我就被G100这个精致的小相机吸引了 G100的整个体积非常小巧 看起来像是一个卡片机 拿它跟我用过几台小相机做对比 它比黑卡4大一丢丢 比我的佳能N62代稍小一圈 搭配上松下12-32的饼干套头 只有415克 可以说是非常小巧轻便的Vlog相机了 你完全可以把它塞进口袋里带出门 它的外壳采用了塑料的材质 机身右侧的手柄以及背面拇指区域的设计都还不错 握持感很好 机身顶部有一个非常显眼的红色录制按钮 然后是模式波轮 光圈波轮 在机身的背面还有一个可以控制快门速度的波轮 松下在这么小的机身体积下还给我们保留了两个波轮 非常好 让我们的使用效率达到了一定的提升 不像我之前用的佳能N50 只有那可怜的一个波轮 松下这次还发布了一款不需要充电的三脚架自拍手柄 它可以通过一条数据线来控制相机录像拍照休眠 这个休眠按钮很实用 当我们短时间内不需要用到相机的时候 按下休眠可以让显示屏暂时休眠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电量 另一个很贴心的细节设计是 四分之一裸口的位置布局很合理 不管是安装八爪鱼还是官方的自拍手柄 都不会挡到电池仓 很方便我们更换电池和内存卡 从这些细节设计 我能够感受到松下在用户体验上是下过功夫的 作为一台Vlog相机 配备一个好用的翻转屏是非常重要的 G100的翻转屏 这次升级到了比GH5S还高分辨率的184万像素的触摸屏 在我这一个月的使用中 这块翻转屏的数字让我非常满意 显示效果非常细腻 色彩丰富 而且亮度也不低 不管我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它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取景构图和回看 没错 它比你们现在弹幕里吐槽的那个品牌来说 真的好太多了 这块屏幕的触屏也非常的灵敏 指哪打哪 另外松下系统的人机交互体验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作为一名产品经理 我是非常在意这一点的 G100的整个界面逻辑和菜单功能分布都非常的清晰 你可以很快的在相机中找到你要更改的设置 即使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松下的相机 我也可以很快的上手 我认为这台相机对于新手来说是很友好的 如果给它的人机交互体验打分 满分10分 我会给到8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画质和直出颜色 G100最高支持4K30帧 100兆马流的视频录制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上周我和陈老师在双月弯拍摄的一些4K直出原片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画质是否能够满足你们的日常Vlog拍摄呢 可以满足的请扣1 不可以的请扣2 我个人觉得G100 4K的画质挺让我满意的 画面细腻 锐度很高 可以满足我的日常Vlog拍摄和一些评测视频的拍摄 如果切换到1080T 它也能支持到60帧28兆马流的视频录制 而且据说G100的1080P是4K超彩下来的 所以它的画质是很好的 升格方面 G100最高支持1080P120帧的4倍慢动作视频 我们可以用它拍摄一些有意思的升格视频 通常我们在剪辑日常Vlog的时候 都不会像拍摄影视短片那样去认真的调色 所以直出的颜色就非常重要了 我用G100跟我一直很喜欢的佳能N6二代做一个对比 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呢 请把1或者2打在公屏上 我个人觉得松下的锐度比佳能高 直出颜色和佳能差不多 都是属于比较讨喜的那种 好看的颜色可以让刚开始拍摄的新手更有信心继续拍下去 对于进阶一些的朋友想要自己调色 G100也是非常良心的给你预制了Vlog L图像配置曲线 不像以前的GH5要付费才能解锁 Vlog L曲线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画面中的高光阴影细节 有更高的画面宽容度 而且它的后期色彩还原操作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以Final Cup Pro举例 只需要在色轮上拖动高光和阴影 让高光顶天 阴影接近顶地 再增加一些保和度 基本上就可以了 Vlog相机的另外一个关键指标就是防抖了 松下G100的防抖是由电子防抖和镜头防抖混合实现的 有标准和增强两个档位 1080P画质下 开启标准和增强防抖之后的画面会比无防抖稳上不少 但是会带来一些画面裁迁 我个人感觉它的电子防抖和佳能的N62代的电子防抖差不多 日常Vlog我推荐大家开启标准防抖就可以了 在4K画质下画面会有1.12倍的画面裁切 如果再开启标准防抖和增强防抖的话 画面还会有更大的裁切 裁切后就只剩下一个大脸了 手持自拍直接就秒变雷家音 这颗12-32mm的套头 在N43上换算之后就是等效24-64mm 这样的焦段在自拍的时候还是不够广 其实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 前面我们也说了松下G100是一款可以更换镜头的微单相机 我们可以更换更广的镜头 我最近跟朋友借了一颗老挖的7.5mmF2的超广角镜头 把它装到G100上 它就相当于等效15mm的焦段了 这样的焦段就非常适合我们手持自拍 现在大家是不是觉得视野立马宽广了很多呢 既然聊到了老挖的这颗镜头 那我也说说我的实用体验 老挖的这颗镜头是一颗手动大光圈的定焦超广角镜头 全金属的材质手感很棒 它的对焦环拧动起来不会很松也不会很紧 在手动对焦的时候用起来很舒服 而且它的镜头积变控制的非常好 你基本上看不到鱼眼形状的积变 它很适合用来拍摄风光大片 而且它的最大光圈可以开到F2 这样我们在暗光环境下拍摄 就可以把相机的ISO开的低一些 让画面更干净 当然它也很适合用来拍摄星空 7.5毫米这样的焦段安装在G100上自拍Vlog 视野非常宽广 即使4K下有画面裁切 也是足够Vlog自拍的 但是这是一颗手动镜头 它不能自动对焦 所以需要打开峰值对焦来辅助我们手动对焦 这可能对有经验的老手来说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老挖的这颗手动镜头在G100上 是无法使用相机的电子防抖的 虽然这个焦段足够广 但是手持拍摄还是不够稳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到 智云云鹤N2稳定器上使用 松下G100足够轻便小巧 把它安装在云鹤N2上非常好用 也很好调频 我不知道松下和智云的设计师 是不是商量好的 这两款产品似乎就是天生搭配好的一样 都是黑色的机身 红色点缀的设计 非常搭 前面你们看到一些样片 也是我用云鹤N2拍摄的 用了稳定器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电子防抖关掉了 这样在1080P下 即使是用12-3R的套头 也不会显得头特别大 松下G100这是最大的亮点 就是采用了跟诺基亚合作的OZO收音系统 在AUTO收音模式下 相机会自动判断人的位置来跟踪收音 在自拍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手动设置向前收音 来达到指向性的收音效果 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我开启松下G100的前置麦克风收音之后的收音效果 我现在走到后面了 现在我走到的相机的后面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有什么变化 然后我现在又回到前面了 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怎么样 大家可以多感受一下它的机内收音效果 然后就好多人跟我说 怎么你拍的那么抖 那这个是手动镜头吗 所以它真的是拍的就比较抖 它没有防抖的 所以现在接了个稳定器 现在已经不抖了 我没有带那个拖鞋出来 所以现在想去玩水的话 就只能把鞋脱了 现在要把鞋脱掉 这里有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 水乳吧 这个是什么 水乳 你是美 能看起来好像很危险的样子 我觉得它的机内收音可以说是Vlog微单里面第一梯队的水平的 日常Vlog的拍摄基本上都不用再外接麦克风了 但是在大风环境下 它的收音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我现在继续走 走到另外一边 我现在走走走 当然松下G100也是可以外接麦克风的 我现在就是外接了一个无线麦克风 正在跟大家说话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动来动去 走来走去 走哪里 收音效果 都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收音效果 对焦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问题 G100的反差对焦明显是经过优化之后的反差对焦 在我的测试使用中 它的对焦基本上能够满足日常使用 虽然对焦速度不算快 但也不会经常跑焦 G100对人眼更焦的优化很不错 只要有人脸和人眼出现 它都会立马对焦上去 前几天我们去双月弯游玩的时候 我也用它拍摄了一些夜间的画面 回看素材的时候 我发现ISO开到2500的噪点都是可以接受的 作为一款入门级的Vlog相机 这样的夜间表现大家觉得可以吗 G100配备的是一颗1025mAh的电池 经过我的测试 在1080P30帧的模式下 可以连续录制一小时30分钟的视频 如果是录制4K视频的话 续航会更短一些 外出游玩拍摄 建议再多买两颗电池备用吧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G100还可以优化的地方 第一点也是前面提到过的 G100的12-32套头用来做Vlog自拍的话 肯定是不够广的 尤其再加上4K下的1.12倍的画面裁切 基本上就只剩下一个脸了 它更适合用来拍摄一些BRO画面 或者是固定机位的自拍 如果要手持自拍的话 建议还是多买一个超广角镜头 或者是使用无防抖的1080P加稳定器吧 第二点 4K视频的录制单次时长限制是10分钟 1080P60帧的单次时长限制 是20分钟 其实这一点还好 因为拍摄Vlog的话 一个镜头一般很少会连续拍摄10分钟以上 除非你是用来拍摄会议 第三点 G100虽然支持用充电宝充电 但是它只能在关机状态下充电 要是能够在开机使用的时候 也能用充电宝对它进行充电就更好了 总结一下我对G100的一些个人看法 这一个月使用下来我对它还是比较满意的 松下G100小巧轻电的体积 有着不错的直出色彩和画质 良好的软件交互设计 优秀的机内收音 优化之后可用的对焦 可更换镜头的机身 能够适应更多的使用场景 如果我再自己配上一颗超广角镜头就更棒了 我很喜欢这种小巧的Vlog相机 它能够让我更愿意带出去 它很适合刚刚入门想要拍摄Vlog的用户 可更换镜头的机身 也给你提供了更多升级的可能 好了又是一期保姆级的全面评测 感谢大家看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 最后别忘了点赞和投币 我是波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